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了最新的3080的显卡 主要是为了弃西蒙 原来他前一天刚换了2080 然后我主要是拿之后为了弃他 在那期视频里也说了我们之后会有其他的视频内容 会把这块3080装到机器里边 但当时为什么没装是因为我们的东西还没有到齐 但是今天我们的东西已经全都到了 到齐了 所以我和Mobi 准备我们两个人 继上次的生而未玩之后 上次是你装 对 这次大家知道就是前两天我在微博上喊了一下 我说我要装电脑 等于是Nadia帮我传了一下所有的东西 基本反正就是在上次之后 我们再一次在镜头前面 跟大家一起组装一台新的电脑 现丑了 主板 反加不度非常酷炫的一块 太帅了 你还有灯吗 是吗 对上面会亮 其实咱们显卡上边也有灯 显卡上边也有一个小小的灯 你就是想给我往灯里带 来吧 天哥 你看老白就是怎么跟他们的录音去 他这还挺好用的 这是一个NVME的 一个1TB的SSD 一段时间之前 大家都开始选用这种规格的SSD 因为你选它比较小 然后你直接插到主板上边 你不是要再走线 省事也整洁 这个内存 选了一个3600的一个海盗船的内存 两条16GB 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 可能就想知道我们用了什么CPU 一般大家可能选电脑的时候也是上来先写 我这回要用一个什么的CPU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给Mobi选的是i9 10900K 我们Intel的这个老朋友 老朋友 在那个片子里边也当时是选了Intel 然后这回我决定还是给Mobi选那个时代的i9 因为当时我也问大家 我说为啥是Intel 大家说那玩游戏也肯定还是 因为我想一下 你既要兼顾剪辑 然后你要兼顾去玩游戏 你可能比如说你剪辑时候 可能你要处理就可能4K的素材 或者你要剪4K片子可能会有相应比较大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10900K肯定是可以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这样 大家仔细看 其实我这个不是10900K 我这个是10900KF 这个是需要独立配显卡的 所以它没有和谐 没有和谐 你需要一个 对 需要一个强劲的显卡 所以正好朋友们 也是正好 真是太巧了 而且是TOUGH GAMING的这个 对 这个具体的我们已经在上一个视频里边给大家展示过了 在这 我觉得还是得搞个水冷 这老朋友 老朋友 NZXZ之前在生儿园里边去人工厂 不是去人那个仓库 对 还说总是不是 顺一个 意思意思 送一个 送一个 结果人也没提这事 上次送了一个机箱 机箱 非常好看的机箱 不对 送了一个水冷 好像是吗 我也不 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 人家送了一个水冷 是是是 对 NZXZ还是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选了这个 Kraken Z63 这个我跟Nadia我俩特喜欢的 就是这个 它这个小屏幕上 它可以自定义图片 可以放那个 你喜欢的各种GIF图 嗯 可能是从下边这样绕过来 不一定 得看你这个头弯到什么程度 它有可能是这边 它预装了 这个机箱 这个是 等一下可以把我们俩挡在后边 这是NZXT的这个H510i 这个机箱 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 本来其实挺想装一个小的机箱 那种ITX的机箱 对对对 很好看很好看 然后那个集成电源和那个水冷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们这个可能那个电源不够 它那个集成电源是650W的 所以我就只能选一个 这个ITX的大机箱 比如说相当来说 我们用3080这种 可能它2.7槽什么之类的这种显卡 它因为它非常大非常厚 所以你用小机箱 用ITX的主板 用ITX的机箱 可能你要考虑一下 它能不能装的进去 对对对对 到底这是个问题 但是普通的ITX的 其实就无所谓了 对 主要是这个带灯 放是肯定能放进来 进去 然后那个3080呢 我太极限了 牛逼 放上了 我的天 你装的是这样装的是吗 我要给你换眼了 一定要装24 这个B站有科普 24永远由于13 是吗 装24和装13的区别 取决于它在走内存线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那一点点干扰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电源 电源 为了匹配这个CPU和3080仙卡 GPU 对 必须得来一个大功率的电源 这是一个震华金碟 额定功率1000瓦 1000瓦 1000瓦 还是这么对的 而且这是一个全模组的电源 全模组就是说 你到时候所有的线你要自己插 你需要什么你就插什么 你不需要什么就不插什么 这端不是全国组 都没有那个线 对 那个 经过我们一下午的努力 经过我们一下午的努力 我们终于把电脑组装完成了 那个全模组的电源比我想中的要简单 简单了 确实很简单 因为它什么都是通用接口 你就插上 然后在主板那边再找线就OK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然后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打开 打开我们那个电脑 然后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 我们先看一下爽先锋这FPS的这游戏 现在我们基本上开到了153盒子这样的一个帧数 然后现在特效已经开了极高 2K分辨率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高这个力 对 花了钱 一切都特别光滑 现在我们体验一下漫威的复联 漫威复联 对 因为之前英特尔也说的是这个游戏在开发的时候 英特尔就有一些相应的就是它协动开发 然后一些优化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艾九的10900K 我会比较好奇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种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越来越频繁 中文配音吧 中文配音 来 对 好 好 对 车队运输的是神盾局机密原型 剃头算把还来啊 像那个纸啊 皮肤真细细 这绿巨人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 这里边最爽的一个 但是竟然这么爽 他那个 我什么时候能有像绿巨人这种 这个 没冲得近 走墙来 哎呦这破坏效果 这个产品破坏效果真是不错 绝了 其实你看不光漫威复联用这个电脑玩 现在比较爽 因为咱们用了这个时代的i9 像i7i9这种高主频的CPU 我相信之后等2077 或者像COD这种大型的3A游戏发售的时候 同样用这些电脑能玩得特别的开心 咱们这个配置玩啥都行我跟你说 没错 而且我特别期待到时候用这个玩2.77 这个也是我工作之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诉求 我跟你说 提到工作 刚才开头也说了 这些电脑不光能让你玩戏非常开心 同样满足你工作上的需求 你的视频剪辑你的后期的处理 都能用这些电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 就是后期起飞我跟你说 特别有逼 这期的显微显微视频就到这 我们主要是给Mobi装了一台新的电脑 还是比较顺利 然后体验了几款游戏 然后可能Mobi之后不用那个电脑 当了它的主力的PC 对 不是主力PC 唯一的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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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玩 主要是可以以后有什么新的大作 咱有光追嘛 对 行吧 那差不多 这期显微显微视频节目就到这儿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